對於很多資深的車迷來講 還是TI這兩個字 在BMW的品牌歷史裡面 有非常多的定位 它比4缸又多了一些運轉的平衡性 但是它又不像直列6缸來得這麼大 這麼小一台車子 還跑那麼快 就可以跑那麼快 所以它0到130.8秒